各位好,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题目 是我生活上一个很大的感触 我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听过一个长辈常常讲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懒惰的人 他非常懒,懒到什么程度呢? 懒到他的父母,他插来张口犯来伸手 他的父母要出远门之前,给他做了一大堆饼,给他挂在脖子上 然后他父亲走了以后,死多天回来之后,小孩饿死了 饿死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只吃脖子前面这几个饼 他连头转的这个动作他都懒得做,所以他饿死了 那这个笑话我们以前小时候听的觉得不可思议 这人的饥饿是人的本能吗?其实不是 那现在我长大之后,逐渐的我就了解了 那几年前有看一个电影叫做《佐贺阿嬷》日本片 一个日本邪性的自传故事 他是,他父母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战后很穷 所以他父母都在城市里面打工 在外地打工,所以他由他祖母隔代教养 他的那个,因为家里很穷 祖母到处拾荒啊干什么的,来维持一个家庭的运作 他小学的时候,第一个看到,渴望想学的是什么 是剑道 他看到人家同学在打剑道,剑道社 他就说他要想参加 剑道社规定说你必须要买户具 然后要有剑服,然后还要有竹剑 这些装备你必须要买,还有木剑 他回家跟他阿嬷讲,他阿嬷说 你每天只要在家里闲着就好了 不要学这些东西,时间过了就OK了 就长大了,长大成人了 然后呢,他就剑道他学不成 因为剑道是贵族运动 那我以前小时候连做梦都想不到我会学剑道 可是我在1986年的时候 纪元凑巧 这是我当时的竹剑 发黑了 然后以后我也,因为我从这剑道里面获利很大 所以我自己也很想要推广 然后我第一个推广的对象就是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亲戚 这边也有十多支剑 这是国际比赛用的剑 我送给他们十多年之后 他们连拆封都没拆封,原装的 在这里 后来我就把它收回来了 我送人的东西我会收回来 只要你不练我就收回来 因为物是要用 不是在藏 藏起来干什么 就是要给懂的人 路逢剑客虚真剑 不是材质墨现丝 所以我就把它收回来了 那这也顺便做一个脱手秀 三千块钱一支 附带基本剑道课程 然后第二个这个邪经他第二个想学 在学校 剑道学不成 他就想学柔道 就学校说柔道你要买一件柔道符 像以我高中的时候 柔道符一件是150块钱 我高中的时候学的 我的剑道老师叫王传喜 这台湾蛮有名的 我的柔道老师叫谢隆波 还有另外一个助教是黄昌浪的儿子 那很幸运 我比那个邪经幸运就是两样我都学过了 那我现在讲另外一个 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吹笛子 在别的地方我也介绍过 那当时那个台湾笛子很烂 都是等剧孔的 那想你要想吹到很多音阶 都吹不上去 而且不准 那我的师傅是那个飞马艺剧团的后长索纳师 他是吹索纳 但里面还有一个姓李的师傅是吹笛子 这些人我都认识 只是因为我跟我师傅的结缘比较深 所以其他人我不提 那我就很好奇 就是说 笛子声音吹那么好 他们用的什么笛子 结果一看 那时候民国60年 61年62年那个时候 还有警种 那时候大陆的东西都是匪货 不准进口 谁要进口 可能要受到惩罚 我就很好奇说 像他们这样子的职业乐师 他们用的什么样乐器呢 所以我就 因为缘分嘛 所以我就有办法接近他们 看到他们的乐器 你看笛盒 笛盒跟这一样 套笛的笛盒 可是里面的笛子呢 不是这样子漂亮的笛子 不是这样子漂亮的笛子 由国营厂定调过的笛子 不是这样的笛子 他们的笛子全部都是 用PVC水管自己做的 各种不同管境的 低调 卸调 他们通常都做得很好 他们是用这样子的 职业的笛子 是用这样子的 客人的方式在生活 跟大陆农村差不多 你看 这个就是时代的引进 那我在大陆开放以后 我也在大陆工作过 所以我就享受引进 引进这些定调过的笛子 定调过的笛子 这边都有刻字 我想我还曾经还有 发过一个宏愿 就是《与千万人为笛》 就是为帮 就是能够推广笛子 能够有上千万人就好 当然这是一个口号了 所以我这边有很多的笛子 这个也是 也是送给我的亲戚朋友 通通后来都收回来了 为什么开心没动 十年以后 他还在放在柜子里面 所以我就把它收回来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 东西要用 不是在那个 当然我这个里面 还有 有几位受惠者 这里有我自己用手做的 手工做的 DIY的那个口笛 这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今天的主题就是 学习 是缘分 要靠缘分 有缘的话千里来相同 无缘对面不相似 而且是 内行的看的是宝 外行的看的是草 连草都不是 是废物 因为他没有这个 他自己很保持 自我感觉良好 他没有饥渴感觉 同样的 我讲过 我们这个村子 的人 通通都会游泳 是因为我们这个 有个小游泳池 日记时代留下 有小游泳池 里面有海军报复队员 以前在这里搜寻过 我们从小就看到 他们在那边 用了挖鞋 水肺 带了那个潜水表 我们好羡慕 那当时就想说 像鱼一样游泳多棒 那一直 当时没有那个小的挖鞋 没有设计小挖鞋 这是成年人的尺寸 一直到我 高中的时候 脚长得够大了 他买第一双挖鞋 就是这个 跟自私的这个 现在海军还在用这个 国军的 装备还在用这个 因为有了这个 会游泳 所以接下来的 进了一个门槛之后 进入唐澳 潜水 帆船 风浪板 冲浪板 划船 几乎你讲得到 讲得出来的海上运动 我都有涉猎 而且相当的证兆 这些东西 我就想说 是因为你渴望 所以你就学习 然后与时俱进 绝对不是 一下就可以 有的人看了说 我们这里 好像有个耕毒堂 古色古香的 另外一个叫飞行禅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个都是我的品牌 耕毒堂是对普罗大众的 但是他也有门槛 他的门槛必须好学不见 那飞行禅是更有门槛的 他在告诉你什么 他不是宗教 绝对不是佛教 也不是什么 念的禅宗 都不是 我是要告诉你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自在乳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像灵山塔前修 让你破除你自己的其他的宗教 会有三法印 就是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有三法印 第一个就是不怕黑 不怕鬼 不怕死 就这三个法印 如果你能够修行到达这个境地的话 你就是成功了 所以我们别的不要讲 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刚刚讲过 缘分就在这里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似 永远成陌路人 尽管你再近 距离再近 距离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你有没有那个 尽可求知的心 谢谢 今天就讲好了 这边 酱